经典电影泰坦尼克号的票房收入超过了30亿美元 它甚至可以排到历史榜的第三名 但在这部电影不仅带给我们凄美的爱情故事 还有许多的遗憾 嗨 科普拉 闪电阁今天带来 遇难的泰坦尼克号乘客为什么不到冰山上避难呢 其实冰山并不只是浮在海面上的巨大冰块 它大部分都隐藏在海里 如果船身在水面下发生撞击 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有人认为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最大可能就是撞上了冰山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泰坦尼克号并非在撞击冰山时就沉没了 而是之后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消失在大海中 这似乎有足够的时间 可以让工作人员来疏散乘客去避难 但真正的危险就藏在其中 当工作人员要求乘客们穿上救生衣去乘坐救生艇时 许多人都不愿意离开 因为他们觉得温暖的大船比小小的救生艇更加安全 所以尽管泰坦尼克号的救生艇数量不足 但他们一半以上都没有被坐满 乘客连救生艇都不愿意去坐 自然不会乖乖的去冰山上避难 但直到泰坦尼克号的船身开始倾斜 乘客们才意识到事态的不对劲 于是纷纷改变态度 这时候大家就往甲板上挤去 而门上的踏板会因为无法承受 一次性通过大量的人的重量被折断 这会让大部分人掉入冰冷的海水中 面临着被冰山和船身挤压的危险 而且人们从踏板到冰山上都是问题 那从海里爬上斜坡再登上冰山就更加不容易了 就算可以顺利下船 仅凭着双手或者一条绳索就要完成攀登冰山的高难度任务 这本身就是不可能完成的 除此之外最大的问题其实是 泰坦尼克号只是曾经接近过冰山 在撞上之后并没有完全停下来 也许是因为舵手为了远离冰层 试图让轮船转向的结果 所以泰坦尼克号的正面并没有撞击到冰山 而是侧面被撞到了 这就造成了史上最严重的擦撞意外 而且更加讽刺的是 也许正面撞到的结果会更好一些 因为泰坦尼克号的船体设计中 即使16个舱室里有4个进满了水 却仍然可以保持浮在水面上 虽然正面撞击会使下层的甲板进水 但是海水会被留在几层隔间之中 并不会让船沉没 但这次侧面的撞击却造成了6个舱室进水 超过了最大的限制 如此的惨状并没有让泰坦尼克号停留在原本的航道上 而是以大约37千米每小时的时速在不断前进 所以泰坦尼克号在撞击冰山后的3小时里 又开出去了2414米远 因此想在夜晚找到冰山 甚至让大家爬上去 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虽然逃到冰山上的想法很有创意 但任何的不慎都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 你还有什么更好的主意吗 留言告诉我们吧 好了今天就到这了 关注我下期带来精彩的内容